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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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来聊聊说属牛的,属老鼠的,属猪的朋友们,特别是即将要出事的牛宝宝们,或打算呢,在牛年生一个牛宝宝们的朋友们呢,取名字,要注意一些什么了啊。 好,那我们呢,吉隆坡康泰开与能量馆呢,就是现在佳珍在这里呢,做直播的这个能量馆了,那想要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康泰开与能量馆在哪里的朋友呢,请到我们的康泰Gallery的YouTube的那个页面去,记得subscribe,订阅我们的康泰Gallery,你将发现很多跟我们康泰中心有关的视频,那么当然呢,你也可以从里面发现呢,我们有一个录制的短片, 从我们康泰能量馆的外观,到我们本馆的每一个服务区,产品区,起伏区的样貌呢,都让国内外的朋友,没有到过康泰的朋友,或者好久都没有到过康泰的朋友呢,从这一个YouTube的短片里面呢,能够重温,或者是,就好比来到我们的现场一样了解我们的康泰能量馆了,好,那么呢,我们这次进入我们的康泰能量馆, 今天的主题跟讲题了哈,如何取好名了哈,那么当然呢,在跟大家说明,怎么样去选择好名的之前呢,一定要先给大家了解的,这是每一位来到康泰能量馆,找到佳蓁的朋友们呢,佳蓁一定会做讲解的, 因为呢,取名字可以说真的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康泰市民学取名呢,最主要的就是配合使用者本身的出生的年份,然后它的生效,从当中就可以看出它的五行的喜好,那也可以知道这个生效 喜欢怎样的图形的能量的文字,不喜欢什么类型的文字,这个是接下来,佳蓁每一期,从十二个生效,每一个生效来分析的时候,来讲解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进一步,看得到的, 而且大家举一板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学习到有很多的文字呢,是每一个不同的生效都要注意,首先先不要选用的,好,所以呢,康泰市民学的利润呢,就重点在出生的生效,出生的年份,然后呢,以及文字的来源了,好,那既然呢,我们是要用做过文,中国的中华的文字来取作文字, 我们的名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从文字是从象形会议字这边呢,来了解到,文字它并不是从笔画开始的,这个很重要哦,那因为呢,我们从这简单的图,小学生上课都开始学习跟已经教到的,文字怎么来,从图里面去向最上方的,那稻田的田,就好像我们在稻田从上空往下看,它就是这样子被分割出不同的区块,然后来种植, 农根,所以也就写成了现在的这个稻田的田字,所以水呢,就像河流一样的,水在流活呢,就像一团火在燃烧,所以文字一开始呢,就是源自于图形跟图案, 然后不同的读音,然后呢,不同的名字的组合,也就成为了不同的一个能量了,所以呢,在康大曲名这边呢,我们注重的不是笔画,那我们更重视的是文字的图形图案,它的读音不要太难懂,太难理解, 还有呢,文字串起来,名字三个字,不要有,讨人厌,死见人,录两点,像这样子的一个谐音的文字,这是我们注意要避免的啦,所以呢,文字呢,它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 就好比,你看到我爱你,我喜欢你,你感觉都会很开心跟舒服,如果你看到的文字呢,是我讨厌你,我恨你,你去死吧,这样子的文字是不是看了都会觉得,人很不舒服的,不开心的,所以其实文字是有它的能量跟意思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要注意,用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符号,这个名字了,所以名字就像隐形的衣服啊,穿着在身上就好比, 展现了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磁场跟能量一样,所以呢,不要小看这个符号,它可以形成我们人生的一大影响,好,它影响了我们的人缘,财运,家运,以及包括了我们的健康,那家政就以自己的名字做一个架构呢,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了解说,名字有三个字哦,哎,已经陆陆续续续来到家政的直播间的话呢,想必都不断的在加深你的印象, 所以名字的三个字对我们很重要,姓氏呢,是一个我们传承下来的,所以因为是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都抱着尊重啦哈,那么计划要有宝宝的,小朋友们可以在这边留意了,那因为姓氏是既定了的,就是你身下的宝宝姓什么,它是定下来了,那文字已经既然可以看出它有什么图形能量,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的去计划,哎,让我的宝宝在什么年份出事,那他就可以一开始就有得到这方面的助力了哦,好,所以呢,我们的姓氏会影响我们,容不容易有成绩,容不容易成功, 我们天资,容不容易有,呃,容易学习,聪慧,灵力,那还包括了容不容易得到长辈的帮忙,协助去发挥发展,得到更多的机会的,哦,所以姓氏是有这方面的影响的,那名字两个字呢,中间这个特别影响了感情跟人缘,还有我们的婚姻等等的关系, 所有跟人有关的都在中间了哦,名字最后一个字呢,则来到了我们的基础,我们的事业,财运,家运,晚年的运势等等的了哦,所以名字重不重要,它虽然是一个符号,可是它却可以产生一个影响力,无论你接不接受,它都存在,好不好,所以这个观点很重要,就看你要不要去选择去运用这一个可以, 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能量了哦,好,所以呢,名字也代表我们整个人了哈,所以就好比我们把一个人,用这三个名字,把它分成身体的上段,上半段,中段跟下半身,所以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那所以这也是进一步的,家珍在这边分析名字,尤其是遇到小孩的名字,或是长辈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呢,会特别加强要大家,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影响了我们的运势,也包括了我们的健康方面的一个影响力在 所以呢,我们说,名字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名字好跟不好呢,它可以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生的幸福,但人家真的也会很坦白的告诉大家说, 没有任何一种的能量是占100%的,可以说没有占100%的,就好像身心灵,它是一个三角,是一个组成一个人的必要的一个结构,所以你不能只是照顾身体,你也不能只照顾心灵,你也不能只是处于一个思考思想的灵性方面而已的存在,因为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一样的,名字是其中一个可以影响我们的能量的一个作用力,所以我们是可以去多做这个了解,以及去选择要不要来运用的。 那所以如果呢,我们名字的中间的字有问题的话呢,就很容易啊,很容易感情路不好走,婚姻容易出状况跟问题,如果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问题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再怎么忙,你再怎么辛苦跟努力,你都很难能够存到钱,或者前来前去,没有办法很好的守住,事业跟财运都很容易不好, 所以呢,这个是佳蓁这边要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性能学这边来了解,给自己多一个帮忙,让生活少一点阻碍了。 好,所以我们康泰开运性能密码呢,是以生效为最主要的一个基础,来看看不同的生效有代表着不同的一个能量, 而从我们康泰的这个logo里面,大家就会发现有12个生效的图形图案,他们的所谓的天干地支,地支的代表着字眼, OK,就像我们最中间的蓝色的,上面一个像孩子的子字的,它代表的就是老鼠, 而这三个呢,用蓝色来代表呢,就代表这三个生效主要有五行能量,水的能量在里面的, 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也看到最中间核心的,就是一个太极的图案, 代表着世间万物,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个平衡的一个,一个真理跟能量的一个考量的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讲解性能这件事了, 那这一期的佳蓁的这个分享呢,主要会先用五行的方式呢,给大家来认识一下, 12个生效呢,要注意的不要遇到的那个五行的文字, 而且是明显也容易分辨跟看得出来的, 那也从这边佳蓁的名字的举例这里, 就会告诉你这个生效什么,男生什么字不要用,女生什么类型的字不要用, 给想要取名字的,你自己是这个生效的,或准备,或准备,或已经有了这个生效的小孩和家人们的朋友呢, 你可以通过观察,可以留意,可以去看一看, 哎,有没有佳蓁说的一些状况跟问题容易出现, 这样也许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帮助,一个让已经出现的问题能够减轻的一个帮忙了哦, 好,五行生克, 那我们知道世界外物其实呢, 可以说五行这个能量呢,是直接存在的, 无论是我们从大自然, 或者把它甚至, 把它像我们的中医学, 有五行能量代表着五脏六腑的这个部位来讲, 它其实实在的就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跟现象, 那不同的五行就有不同的颜色也做了一个代表了, 那我们常常很容易呢, 就会把五行把它念成金木水火土, 对不对, 那来过家政的直播间的朋友, 还记得如何在三秒钟里面就学会五行相生吗? OK,我们来看一下三秒钟, 如何学会五行相生, 是怎么样的生法, 跟着嘉珍一起念哦, 木火土金水, OK,再一次, 木火土金水, 会念了吧, 恭喜你, 你就会了五行相生的一个顺序了哦, 好, 就是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了哦, 好,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从自然的现象去理解的, 好, 木材, OK, 干材就会产生烈火, OK, 所以木呢, 是能够产生火元素, 火的能量出来的, 而这个呢, 火烧完了, 变成了灰烬, 就归入土里去了, 所以这是火生土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演化, 那在土壤泥土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挖掘到很多的金属出来, 它可以经过千万年的酝酿, 水晶也来了, 晶也来了, 锡啊, 铜啊, 铁啊, 也从我们的土里面可以, 呃, 揭取出来, OK, 挖掘出来, 或者去发现它, 所以土生金了, OK, 那么, 金怎么生水, 这个倒是有几个说法, 那一般上家珍觉得很容易被大家理解的是, 那其实大家也没有试过把那个铁的那个汤匙, 放到那个冷藏库里面去, 那当你把它放去很冷的地方, 而让它, 而当你放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过后, 你再把它拿出来, 在室温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它就很快的会有一层雾水, 粘在上面了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这个是通过这个温度的那个差别, 可以产生水分子的一个方式跟方法来理解, 金生水,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的理解呢, 就是当金融解了过后, 把它融化了过后, 它会产生液态的状态了, 所以金生水的一个能量,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理解根据起来的, 那水如何生木呢? 那你看很多的植物啊, 很多的农作物啊, 都是需要靠水分长出来的,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的人说, 它的长在泥土里面啊, 为什么不是土生木呢? OK, 那大家有没有知道水根法? 那就是呢, 你把那个种子, 或者是把这个植物呢, 让它增长在营养液没有土壤的情况下, 在营养液里面, 只要这个水里面有足够的养分, 然后让这个植物吸收了, 它一样是可以长大的, 一样是可以生长的, 所以水生木, 这一个我们就可以从这边了解了, 所以通过加征这样的简单的讲解呢,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 相生的一个现象来的, 那当然也有相关的颜色, 这边呢, 我们就用理解的方式, 同时去记起来的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加征就在这边先浅说了五行相生的一个, 让我们学习起来的一个方式跟方法了, 好, 那五行生课呢, 那这个呢, 加征就要留待, 在下一回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了, 可是只要留守加征的12个生肖的直播, 你就可以从每个直播里面去学习到, 诶, 这个相克的能量可以怎么来理解跟怎么来看的了, 那通过这个加征所准备的这个图表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五行, 代表着不同的, 有不同的颜色代表之外呢, 也有不同的五脏六腑是有相关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从心理学上来看, 如果你所使用到的五行能量的文字, 跟你自己的出生的年份, 还有你的这个名字的排列来讲, 产生了相克的能量的时候呢, 它是容易产生健康方面的状况跟问题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大家要注意的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既用的五行名字, 属老鼠的, 属牛的, 以及属猪的朋友, 要注意的是什么五行的文字, 那加征呢, 用蓝色, 深蓝色来做一个代表, 因为这三个生肖本身是带着水的能量的, 带着水的能量的颜色可以是蓝色, 也可以是黑色啦, 好, 那大家想象一下, 那如果你是水, 你最怕的是什么? 那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海边啊, 或者是防那个洪水的地方, 不是要筑起高高的一个土墙吗? 对不对? 或者是紧急的以防说河水泛滥, 海水泛滥之类的, 那需要在那个边缘的地方, 叠起那个沙包带,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要知道了, 带着水的能量的生肖门呢, 是寄土的, 文字里面不要用有土字边, 直接明显看得到的土字边的文字, 因为呢, 这样呢, 是容易影响我们的肾脏膀胱, 病尿系统等等产生状况和问题的, 那就举了一些例子给大家看了, 就是在名字这里呢, 记得记得, 不要用土字边的字, 那在我们康泰学术这边呢, 是不需要把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五行的, 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变成五行的, 因为康泰的取名的重点是, 文字源自于图形跟图案, 它的能量就不是只是五行, 更多的时候是直接从文字上变化出来的, 一个图形图案的能量来的, 那我们直接用土这边的文字呢, 有带直接一个土字型的文字, 就比较容易理解的, 所以下方呢, 举的这些名字都会看到, 它都有土字边, 土字部, 所以属老鼠的, 属牛的, 属猪的, 以及准备要有牛宝宝的朋友们, 记得不要取这样子的文字了, 因为这些名字呢, 有水土相克的能量, 对你的健康, 对我们小孩的健康, 家人的健康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好, 那还有, 除了我们说土之外, 那也是水的, 带着水的能量的身上门, 也要注意的是, 水可以灭火, 那水灭火不好吗? 那名字是用在自己的身上的啊, 那自己灭了自己, 那好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水火相冲的一个能量来的,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属老鼠, 牛跟猪的朋友们呢, 宝宝们呢, 不要用带火之边火之布的名字, 像这里所取例的, 下面有四个点的文字, 举大部分都是带着火的能量的啊, 然后只是直接有火之边火之布的文字, 也是我们要注意要避免的文字了啊, 好, 所以呢, 直接用有火之边火之布的文字的话呢, 会产生了一个水火相冲的能量, 这个冲突呢, 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你的人员, 你的事业, 你的财运, 你的发挥发展的啊, 好, 所以,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如果你的名字的姓氏有火之布的话, 那, 火之边的名字, 火之边的姓氏, 那你是不是至少要懂得选择可以的话, 当然, 我们说能够计划, 当然是最好的, 有时候当计划比不过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就取好名就好了, 那这边加针子是可以给有准备生育的朋友们, 你就可以留意了, 如果你的名字有土之边, 或者你的姓氏有土之边, 或者是有火之布的话呢, 请可以的规划的话, 不要, 或者是避免在牛年, 主年跟猪年生宝宝了, 让宝宝的新天助力能够更多一些, 好,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那这里呢, 接下来加针给大家呢, 一些例子啦, 记得举一反三, 那么文字太多了, 那个页面有限, 然后时间也有限, 那加针就把重点都在这里给大家了, 其实, 这个等于你已经拿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要给属牛的, 宝宝取名字的, 或者你是属牛的朋友们呢, 你要注意, 名字不要有这些的能量在里面, 才是最好的, 好, 那取例了, 要看了, 好, 来这边, 字真, 字是不是有土字部, 这个也是土字部的字哦, 文玉, 玉也是有土字部哦, 然后文章的文, 这个呢, 是禁用的名字, 真假的真, 也是我们不鼓励用的名字来的, 代表虚幻, 想要知道更多这些文字, 什么字禁用, 男子不合用什么字, 女子不合用什么字, 那请到加针的其他的直播短片里面去发现更多, 从YouTube channel, 我们的YouTube contact gallery, 你可以陆陆续续的发现很多这一些讲解了, 或者直接去, 去收看加针之前的直播记录, 你都可以有很多的学习跟认识, 好, 敬艳, 尾霞, 那这里都是禁字, 也是属牛的朋友们, 要注意不要用到的文字在这里了, 火这边, 土这边的字, 那还有这个呢, 大家呢, 其实也可以说, 第二行的这个文字的这个举例呢, 是除了五行有泛冲之外呢, 属牛的朋友们, 不喜欢遇到什么样的生肖的图案的文字在里面, 加针这边也给你举例了, 那善灵, 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都有什么文字的图案, 羊, 对了, 属牛的朋友呢, 直接跟羊年, OK, 我们先讲年份, 牛羊龙狗啊, 那不喜欢遇到羊的文字, 因为是正宠的一个能量, 这是在我们的生肖学里面呢, 最大最大的避迹, 排榜首的, 要避免的文字来的, 有羊字部的字呢, 是要注意的, 绝对要避免的, 因为这个呢, 会直接的, 真的会影响到那个健康, 事业财运跟婚姻的状况的, 好, 然后奄然, 除了有火之外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燃后的燃呢, 有一个犬, 动物, 狗的那个犬字, 所以这个犬呢, 代表了生肖狗的能量来的, 所以属牛的朋友, 也不喜欢遇到犬字部, 或者大家有没有知道狗怎么写, 华语字狗的那个部首啊, 那个也代表犬字部, 好, 所以那样的文字也不合用, 做给属牛的朋友们做名字, 好, 历城, 历城里面藏着龙的能量, 这个早晨的晨, 下面把日, 那个日, 太阳的那个日去掉, 下面的那个颜面晨, 这个晨代表的是龙的能量, 所以属牛的朋友, 不喜遇到龙的文字, 好, 许华这两个字都有带着, 生肖马的能量, 所以, 生肖属牛的朋友, 也不喜欢遇到马的能量的字, 所以, 再一次说, 举一反三啊, 不要用这一些生肖有关的文字, 请避免, 请避免了, 给自己, 给自己的家人, 以及特别是你的小孩, 有更好的一个, 名字的符号, 让这一个隐形的衣服, 能够穿得更完整, 减少很多的状况跟问题的发生, 请做这个避免了, 好, 再来, 彩虹, 这个都有三话, 都有四字步, 代表不喜欢有这种彩衣的能量, 品慧, 这里有小口了, 也有一个心, 心脏的心代表的是肉的能量, 牛宝宝属牛的朋友们呢, 是喜欢五股杂粮的能量的, 带着肉的能量的文字, 或者是月亮的月字的不守, 那个也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也是要注意避免的, 好, 配军, 这里有人, 这里也有代表着君王, 国王的大的能量, 这个是排第二的, 属牛的, 朋友们是不喜欢遇到太大的能量, 会产生太多的压力啊, 责任啊, 要求啊, 可是却让自己很辛苦压力的, 过度的, 不平衡的一个文字的能量来的, 好, 所以君王大玉, 这些不合用, 然后月下, OK, 春夏秋冬是静字, 月亮的月也是静字, 也带着肉的能量呢, 这个也是属牛的朋友们不喜欢遇到的, 所以更多更多的一个文字呢, 要注意的啦, 那家珍在这边是把最重要的, 主要要避记的先告诉你了, 如果你属牛的,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合到你用的, 那你的名字不在这一个目前,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当然可能先恭喜你, 至少也许看上去它不会是最坏的, 但是你总是觉得生活上呢, 很多的不如意, 或者是你想进一步了解, 你的名字能量是怎么样的情况的话呢, 欢迎你跟康大联系, 跟家珍联系, 今天有家珍的直播, 所以今天的名字的分析是免付费的哦,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属牛的男宝宝家人们, 还有朋友们, 名字要注意, 不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啊, 那这里举了范例了, 大家要注意了, 好, 然后辉煌, 有光这边的, 有火这边的, 是属牛的朋友不喜欢的, 文风, 也有火之部, 以及男子尽用的名字之一, 文章的文, 不合用, 好, 国君, 国字里面其实藏着一个歌, 肝哥的歌是武器之外, 它也带着生肖狗的能量在里面了, 那总之这个是静字了, 也是不鼓励用了, 土字边, 还有民间也是, 静字以及不合用的, 土字不得字, 天祥, 天长之大, 代表着过大的压力啊, 责任啊, 祥字有羊, OK, 这个是在我们的生肖学里面, 最大的逼迹就是生肖冲突, 就是你的生肖属性和你用到的名字, 而你的名字里面又有你不喜欢遇到的, 像范太岁的所谓的那个生肖的文字的时候, 状况就容易来了, 感情事业健康等等就容易出问题了, 好, 威武里面藏着狗的能量, 肯哥的能量在里面, 还有冯骏直接就是藏着马的能量在里面了, 是属牛的朋友们是不喜欢遇到的, 好, 还有佳肴, 除了那个, 其实每个家的佳肴也没有不好啊, 也没有洗, 但是呢, 但是我们要注意了, 给妈咪看了, 这个女妈咪要不要把人字布, 有兔子边, 是不合用的哦, 好, 光骑, 可以静置, 还有骑的那个, 那个应该叫布子边吧, 好, 所以是四肢不合用的, 四肢不合用的, 妈咪也弄点声, 然后我来进一步的, 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 好像我们的, 在我们的Zoom里面的, 有的朋友的麦克风没有关上, 请我们Zoom里面的朋友, 注意一下了哦, 好, 谢谢, OK, 好的, 嗯, 好, 来, 再来呢, 我们进一步再看第三行的第三个字, 虫名, 虫呢, 有王子布哦, 太大了哦, 这个能量给到属牛的朋友, 是不平衡的哦, 所以注意了, 不要使用, 鸣呢, 有小口哦, 也是属牛的朋友不喜欢的, 还有智慑里面的心脏的心, 月亮的月, 代表的是肉的能量, 也是属牛的朋友不喜欢的, 所以佳蓁今天呢, 在这里做了这些举例了哦, 举一反三的, 请你进一步的去看看, 你的身边的家人, 你的朋友, 甚至是你的小孩, 如果有遇到了这些名字的话, 那, 非常的建议, 来到康代能量馆, 进一步的去做了解, 那如果是你身边的亲人, 不妨把佳蓁的这个短片, 或者是佳蓁的这个直播分享给他, 来做进一步的认识, 也许他可以得到多一个机会, 让他的人生有一个改变, 好, 所以呢, 既然名字代表的是我们整个人的吃长跟能量, 代表了我的事业感情, 我的人缘因缘, 那也代表了我们的健康, 所以这个是希望在这里, 佳蓁希望给每一个朋友做了解, 然后给你能够来思考一下, 或者去观察一下, 你是否也受到了这些方面的影响了, 那如果问佳蓁说, 名字不好, 改名有用吗? OK, 这个呢, 如果过了性名学到现在, 已经几乎都有千年的历史了, 如果呢, 通过名字, 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影响力的话, 它是不可能保留, 留存, 流传到现在当今世上的,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一个心得的事, 佳蓁呢, 一开始学习, 是从心灵的部分心开始的, 当初刚开始接触性名学的时候呢, 也多少抱着一些怀疑的心态, 哎, 这是不是迷信啊,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的啊, 可是经过了佳蓁十年左右的这个经验, 这十年下来呢, 不断的在做分析, 不断的听到朋友们的回馈, 改了名字的朋友回来的分享, 佳蓁是真正的真实的, 想要跟大家诚心的说一声, 名字真的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虽然佳蓁不能说一百八千的朋友, 因为也真的不是一百八千的朋友都坚持三年或以上用这个好的名字了, 好, 但是只要你思想态度有对了, 有正了, 有积极的, 有要让生活更好的, 把名字当作是一个助力, 然后好好的在运用的朋友们, 几乎每一个都会有看到改变, 好, 所以, 名字, 是先有了这个人才会有这个名的, 所以是后天, 有了我们这个人才取了一个称号, 所以当然, 我们是可以像艺人用艺名, 笔者, 做书的人, 出书的人, 有笔名一样, 给自己添加一个好的名字, 就像古人啊, 李白啊, 杜朴啊, 他们的原名也不叫李白跟杜朴, 所以其实我们添一个好的名字, 给自己多一个好的能量跟机会, 它并不会冲突到我们说父母或者是长辈赐给我们的名字,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丢掉哦, 我们的原名并没有被丢掉, 而只是我多一个名字在用, 也就好比我们可能会为自己取一个阳名, 而我们的阳名也不一定直接出现在, 或者是直接是长辈给我们的一个称号来的, 而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取的, 所以其实取多一个华言名字, 我们可以用取义名, 取笔名的方式来理解, 来接受, 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你其实等于多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了哦, 好, 所以姓名是怎么样的重要的影响着我们呢? 大家再来看一下, 好, 姓名呢是赤子千金不如交子一亿, 就好比古人说给小孩很多的钱啊, 还不如给他一个手艺, 对不对? 就是与其我钓鱼给你, 不如我教你怎么去抓鱼啊, 可是还有下一句, 交子一亿, 不如赤子好你, 所以教他一个手艺才艺还不如给他一个好的名字, 就好比你让他产生了一个好的吸引力, 他不只是学习了一个才艺, 他还可以遇到更多更多他想要的人事物机会等等, 来到他的生命当中等待他去学习, 去发挥他自己的一个能量, 所以为什么不怕生错命就怕起错名, 可见姓名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了, 所以名字不会决定你的桃花是多是少, 因为要看你还有没有主动啊, 你的心态有没有愿意去接触啊, 可是至少他可以决定你容易遇到的桃花代表贵人啊, 容易遇到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是对你比较有帮忙跟助力的, 所以名字一样不会决定你赚钱是多还是少的, 可是他至少带给你是比较合适的机会, 让你比较容易赚到钱, 好, 那同样名字不会决定你离婚或结婚的, 那因为真的, 家政也很坦白的告诉你说, 有的朋友真的可能遇到了感情健康上的状况跟问题, 想说会不会可以从名字这边能够有帮忙挽回或是补救, 可是家政也很坦白告诉他, 我们可以为你取一个好的名字, 小孩就配父母, 夫妻就配伴侣, 可是不代表配了好的名字, 你们一定会和好如初, 因为这包括了太多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在心态上, 在生活上的那个共识, 大家的相处的方式跟方法, 还有大家思想上面, 有没有可以取一个和谐, 平衡一个相处, 相处之道, 这些等等都是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或婚姻能不能够继续的, 好, 但是呢, 这边呢, 一定要告诉你, 至少呢, 你和了, 在名字的磁场能量呢, 这方面的影响力, 它就不是一个阻力了, 所以加之后面呢, 总是会告诉大家说, 合用的好名, 等于你的生活有了多一个工序, 你努力, 然后你容易会有收获, 而如果你好的名字, 再加上你的幸运四大原则, 请到我们的面子书, 或者YouTube channel去发现, 幸运四大原则是什么, 当你把这两个结合, 你会发现你可以创造更多的好的运势, 那好的名字加好的思想跟态度, 再加上你真的有去行动, 如果你想要有伴侣, 你整天躲在家里, 又不social me, 又没有社交啊, 又没有出去认识人啊, 就每天宅在家里玩game啊, 看电视啊, 那你没有真正的行动力啊, 那家政也很难帮到你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好名, 好心态, 再加上行动, 是可以创造好的运势的, 嗯, OK, 所以呢, 在我们康泰中心取名, 无论是宝宝还是成员, 你将获得的这样的一份金册子, 我们会为你做讲解, 教导你, 指导你怎么去运用你的好的名字, 那怎么为宝宝, 为自己选到好的名字, 因为希望每一个来到康泰能量馆的朋友呢, 都可以, 哎, 带着欢喜, 带着希望, 带着信心, 来到我们的康泰能量馆, 也带着这样子的思想跟态度呢, 去回到你的生活, 回到你的, 嗯, 你的工作上, 你的婚姻感情上, 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 好, 那关于姓名的推荐呢, 这边, 佳蓁呢, 就先说到这儿了, 如果呢, 对姓名学呢, 有进一步的想要了解, 或者是说有疑问的朋友呢, 请记得, 跟佳蓁这里呢, 做进一步的联系, 那让我们能够从姓名的吃产能量上, 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改变, 好, 那, 那我先来看一下哈, OK, 如果呢, 桌上面的朋友有疑问的话呢, 欢迎你可以, 过后呢, 再跟佳蓁这边做联系, 面子书上的朋友呢, OK, 也可以跟佳蓁做进一步的联络啦, OK, 一口气佳蓁就把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和内容都讲完了哈, 然后呢, OK, 太好了, 让我来检查, 让我来看一下哈, 我们面子书上的朋友有留言, 嗨, 欢迎 啊, 雷好雷好, 好多姐, 雷啊雷啦, OK, 来我看一下一个问题哦, 请问老师, 东南西北指方向的, 那可以选来做名字吗? 请老师讲解, 感谢, OK, 好, 那其实, 对的, 东南西北呢, 本身其实是一个方向之外, 它也有五行的, 代表的, 它是可以也从五行方面来做理解跟分析, 然后也从五行的分析这边呢, 就可以进一步的知道, 有没有合适到这个人来用作名字了哈, 比如说东边的东, 藏着木的能量, 它的代表颜色是绿色, OK, 东是木, 木, 木头金水的木, OK, 南呢, 是火, 南是火啦, 代表是火, 红色来的, OK, 西哈, 西边呢, 是代表的是金, 五行金是金来的西, OK, 北呢, 是水, 地为水, 南为火, 地为水, OK, 所以这个代表颜色是蓝色, 或者是黑色, OK, 好, 那所以方向东南西北, 木, 火, 金跟水, OK, 好, 那五行呢, 合不合适用作名, 它可能会有一点像, 那个五行直接用木火土金水来做名字的现象, 有一点像而已, 不完全, 因为它毕竟是不直接就是木火土金水, 这个我们要先理解, 那如果你要用东南西北来做名的话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原本的生肖, 就不喜欢你要用的那个方向东南西北的五行的话, 它就会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所以东南西北这个方向是不鼓励直接用这个来做名字的, 但是如果你的名字里面, 在东南西北这个字里面你加些部首, 比如说动良的动, 一个木这边加一个东方的东, 对不对, OK,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它就有机会可以做名字, OK, 它这个五行能量的文字就有机会做名字, 就要看你是哪一年生出世的了, 我们这个就要看了, 好, 所以可以大概理解了吗, 东南西北, 我们不鼓励直接用东南西北来做名字, 它容易有大好大坏的现象, 但是如果在东南西北上变化, 比如说其他一些部首或之类的, 它就有机会可以用作名字了, OK, 好啊, 我以为呢, 嗯, 水最怕土, 对的, 水是最怕土的, OK, 有上课很好, 好, 谢谢, 那加珍其实很开心的, 如果朋友们能够有提问, 或者你不妨呢, 在过后才看到加珍的直播视频的, 你想要留言, 或者过后再跟我们做联系询问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通过WhatsApp, 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直接call in, 或者你会message, OK, message我们的事情, 好, 那, 谢谢大家, 那现在呢, 我们呢, 要做一些, 我们康派能量馆的一些活动的一些, 最新的动向的讲解了, 好, 从我们今年7月份开始, 我们陆陆续续呢, 都有在每一个月至少都有开办一堂, 康派能量馆成长的课堂的, 那, 也非常感谢先生的, OK,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Michelle, 妙幽, 每一期都要参加, OK, 给我们一起由于这个个机会, 一起去提升, 一起去成长, 一起去提升, 所以我们的康派能量馆成长课堂呢, 我们的老师, 那同时也是一位法师, 上法, 下宣法师, 那我们这边呢, 都会比较多称他为老师, 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位出家的师傅, 更多的时候呢, 在我们康派能量馆这边, 我们所举办的各类的一些演讲啊, 或者是课程啦, 它涵盖的很多都会跟心灵, 灵性, 我们的思想能量等等, 怎么去做提升, 有关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课堂来的, 好, 所以呢, 这堂课呢, 在现在呢, 10月份呢, 就因为马来西亚的疫情的那个情况, 因为那个COVID-19的情况呢, 我们重新开始的一个管制令的情况下呢, 我们只好在10月份这边暂停了我们的这个课堂, 那我们的时间呢, 也会有所改变, 这个呢, 是我们第二个, 也是新的系列的一个课堂的一个开始的第一堂课, 如何掌握生命的能量, 生命是怎样开始和怎样结束的, 原定的时间其实是10月29号, OK, 那现在呢, 我们因为我们的管制令延长再延长, 所以呢, 就将这个课程展延到目前是11月22号的这个时间, 是在礼拜天早上10点到5点钟的, 那无论是本地的朋友, 香港, 中国, 台湾, 新加坡等等, OK, 你都有机会可以参与, 因为我们有做现场的上课, 也有live直播的上课, 那甚至也有课堂过后, 以我们的课堂的视频, 我们的video的方式呢, 发送这个连接, send那个link delay, OK, 雷汉以通过信息上, 所以你会不会忘记, 那原定的我们呢, 其实从10月份开始到12月呢, 都会有目前既定下来了的, 已经定下的有5个课堂,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 暂时目前马来西亚这边呢, 特别是受到限制的, 我们的吉隆坡这个地区啦, 不能够办直接那个课程跟活动, 所以我们呢, 目前就会把我们的第一堂课, 从10月份展延到11月22号了, 那所以如果有遇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会依此推类, 就会把我们的课堂, 比如说从10月29号, OK, 没办法在那一天举办的话, 我们会往下一个课堂的时间弄, 11月8号, 那8号因为又在延长管制令的关系, 我们又受到了一个限制, 所以不能开课, 我们又把它再展延到22号, 那其他的课堂呢, 也会是类似的依此推类的方式呢, 展延下去, 但是我们呢, 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上的一些障碍, 而暂停停止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学习是应该不断的保持下去, 就像我们的生命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live色的, 所以学习它是可以不断不断的每一天都可以增加一点的, 所以呢, 在我们的新的课堂这边定下来的时间呢, 有兴趣报名的, 或者是希望让你的生活提升的朋友, 你是照样可以报名, 我们就看在什么时间开始开课而已, 那当然我们现在呢, 因为呢,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减少更多的限制,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 能够也学习, 或者是接受我们的线上上课的这个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课堂, 好, 所以, 可以报名参与, 然后呢,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是线上上课, 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线况, 以及学员的一个反应呢, 来决定我们是否也可以把我们的课堂, 直接完全就办在线上上课,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减少了受到现场上课的这个限制了, 好, 那么让我们的学习不要停下来, 鼓励大家现在你能够做什么呢? 可以报名我们之前刚结束的, 从7月到9月, 连续办了四堂的第一个系列, 跟生死死亡有关的系列的课堂, 请大家可以报名我们这四堂线上的课堂, 这四堂线上的课堂呢, 就包括了何为祖先祸害, 人死后为什么会变成鬼呢? 那我们的疾病呢, 如果总是很难康复啊, 或者是容易是复发啦, 我们这个跟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祸害, 是产生了怎样的一个关系, 或者是影响力了吗? 好, 所以呢, 我们的课堂第一, 何为祖先祸害? 第二, 什么是邪气致病? OK, 怎样的人有怎样的职场, 才会容易受到这个影响? 好, 第三堂课, 黑能量的影响, 我们要学习什么是黑能量, 以及人死后你的那个能量, 其实以一个所谓的鬼魂来讲, 对生命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那对于我们一个不敏感的人, 所以根本不了解所谓的鬼魂的人, 我们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有这方面的能力和连接的人来学习的, 因为呢, 我们的导师, 法宣导师, 法宣师傅呢, 本身是一个了解死亡的人, 因为他能够读得懂, 看得到, 那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实际的生活上的遇到的, 现实生活中他遇到的这些事情跟他的经验, 以及从能量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去制造恐怖, 我们是要去了解每一个人你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黑能量的影响, 以及你进入, 你有可能, 应该说不是有可能, 而是你一定会进入到的一个, 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发生的死亡的状态的情况下, 你要抱着怎样的思想, 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而现在的你能够做什么, 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好, 然后让你在来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这一刻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亡灵系列的四堂课, 那报名我们这四堂课的朋友有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就是你能够报名三堂课的学费, 就可以上四堂课的课堂, 我们将通过发送连接的方式, 让你能够学习, 那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这四堂课的一些内容, 那不妨请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的contact area, 去发现我们不同的法宣导师的一些课堂的摘要, 或者是讲解这个课堂的一些解说, 让你来进一步的去认识我们的这四堂亡灵系列的课程了, 好,所以我们的线上课堂呢, 是整个课堂是用粤语的, Cantonese, 公布娃, OK, 你可以通过民族须Facebook,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YouTube, YouTube的方式, OK, 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百度网坛, 百度网坛特别是中国的地区的朋友, 你都能够通过这几个方式, 能够学习得到我们的线上的课堂的, 那学费, 费用呢, 基本的每一堂课的那个费用是列在这里了, 要一次过报你四堂课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给你一个总的一个费用, 付费的方式, 开炮啦, 变引转播啦, 等等的,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给一个方便的方式跟方法呢, 来付学费, 来上课, 最重要的是没有让你的人生停下来, 没有让你的知识增长的步伐停下来, 好, 那, 这一个呢, 上面呢, 所讲的呢, 就是我们的课堂的这一个内容了, 我们的新的动向了, 想进一步了解的, 请跟我们做联系啦, 那另外呢, 防疫推荐, 那现在呢, 家政会加入这个环节呢, 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能够保持健康, 好, 因为呢, 康泰, 开育能量馆, 其实我们原本是身心灵, OK, 的一个完整的, 一个想要提供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让大家能够调理好你自己的磁场跟能量, 而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呢, COVID-19的情况下, 更多时候, 我们也要提升自己的灵性, 稳定我们的思想, 不要有那么多的恐惧跟害怕之外, 我们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所以呢, 康泰能量馆这边呢, 也会为大家做一些推荐啊, 那因为呢, 这几期来非常非常大的优惠, 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运用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一个网药白云山唯一精油了, 就是家政手上的这个, 这是它的外观, 要记得它是这样子的图, 这样子的盒子的那个样子之外, 请认住它的名字唯一, OK,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有一些混淆试听, OK, 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然后就开始很多所谓的翻版啊, 这些出现啊, 所以呢, 我们在市场上出现这么多的唯一, 或者是类似的产品的一开始之前, 我们就开始推荐了, OK, 所以呢, 它里面的品质是这样子的, 也请认住上面的名字是唯一, 不是其他的名字, OK, 那康泰这边可以给大家的一个保证是, 我们所提供给大家的是真正的赠品, OK, 直接中国广告, 白云山唯一经油的赠品, 直接中国那边进口的, 而为什么中国寡药白云山要强调呢? 因为它是中国排第一的药厂, 也是受到国家监控的, 所以品质是受到保证的, 而且呢, 再来到马来西亚呢, 我们也有经过C-Rim的这个检测, 所以是安全的去使用跟运用的, 只要你买到的是正品, 真正的,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 特别有这几个方面的一个好的影响, 疏通我们的经络啦, 调离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气的循环啦, 那因为它会让身体发热, 提供身体热量, 那活着的人就有体温, OK, 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摸上去就是冷冷湿湿的, OK,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知道, 体温, 温度, 热量对一个生命的强壮是很重要的, OK, 那还有疏通我们的经络骨骼啦, 那所以如果是有跌伤啊, 撞伤啊这些的话, 其实它是有帮助你复原的, 那去掉我们的湿气寒气, 那因为它是用高粱酒, 高粱酒大家如果去上网检查一下的话, 高粱是一个很中国的一个非常,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特产, 那也非常非常有它的一个价值, 而且呢这用高粱酒酿制的呢, 本身带着酒精的成分呢, 可是放心这个我们也不是叫你们来喝, OK, 它是对我们的皮肤是有消毒作用的, 而且也有滋润皮肤的效果, 那所以这边呢, 那加珍准备了一个很简短的视频, 让大家能够从视频里面呢, 做一个快速的了解, 可以认识什么是广药, 白云山唯一亲友, OK, 好, 那加珍播放一个短短50秒的视频, 你从里面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对身体各方面的一个帮忙跟需求了, 纳米渗透技术让它变得非常幼细, 有品质的保证, 也有合格的检测结果, 全身都可以运用, 几乎是老少型医的, 比较身体有状况的, 皮肤啊, 关节啊, 肩颈啊, 肿脏啊, 受伤啊, 扭伤啊, 它都可以运用, 好, 所以呢, 在这边的话呢, 就推荐大家来运用这个唯一精油, 那就像这个短片里面有诚信给大家知道跟看到的, 几乎基本上就除了眼睛, 还有没有特别让你喷在口腔里面, 虽然家珍真的是遇到有一位客人啊, 他是因为他非常的难受, 他的咳嗽太久了, 一到晚上寒凉的时候呢, 天气变冷的时候, 他就不断的咳, 不断的咳, 不断的咳, 然后也看过了中医啦, 西医啦, 不同的方法, 但是都一直没有办法好起来, 连续几个月, 所以呢, 他就竟然就自己把这个呢, 当做帮助调理的一个方法这样子啦, 他是有碰在口腔这边喉咙的啦, OK, 当然家珍这边是没有直接鼓励大家这么做, 毕竟呢, 他这个呢, 并不是以食品的等级来推荐给大家的, 可是他就真的告诉家珍说, 他就这样子喷了, 喷了过后啦, 就看到他的咳嗽就这样子渐渐好起来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可能至少过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啦, 都一直维持的很好, 那但是家珍还是说, 我们呢, 先外用, 因为呢, 我们的皮肤呢, 是有过滤的作用的, OK, 所以呢, 如果是你身体的脏腹, 你要保养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腹的话, 不是, 也不需要, 一定要把这个碰到里面去, 你是可以通过喷射你的背后的那条脊椎, 那脊椎那边呢, 会有神经线, 也会有身体的经络, 他能够把这个唯一经有的那个药性, 还有他温热的那个疗法的那个原理, 帮助你活络你整个身体的五脏六腑, 也包括了帮通过流汗, 通过这个热呢, 帮助你做排毒, 血液循环, 气血循环等等的那个效果的, 好, 那家政长长这边呢, 再举一些小小的一些例子给大家看, 但是先推荐给大家, 现在呢, 我们的唯一经有是买一瓶送一瓶, 买一送一, 从来没有, 那剩下最后的一箱, 一箱就是三十支, 那有药的朋友就请赶快了, 买一送一, 那是破天荒的一次的, 为自己, 为你的家人, 为你的长辈, 常常啊, 哎呀, 肩颈酸痛的啊, 背后痛啊, 腰痛啊, 脚痛啊, 膝盖痛啊, OK, 常常咳嗽啊, 伤风啊, 常常觉得容易发冷发热, 感冒啦, OK, 都可以应用我们这个唯一经有, 所以呢, 这边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如果你的那个静脉曲张, 就是那个血管浮肿啦, 有这个现象的问题的, OK, 或者是膝盖受伤, 腿部受伤, OK, 影响了行动力的, 还有肩颈不适, OK, 容易这边除了会僵硬啊, 酸痛啊, 麻痹啊, 胸闷啊, 恶心啊, 手脚没有力啊, 疼痛啊, 关节啊, 不活跃啊,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有帮助的, 那在这个图片里面, 旁边一个就有家真的样子, 因为是家真的家人, 用了过后, 真的是直接十分钟里面, 就看到已经整两个星期, 举不上来的手, 因为后面这边, 过度, 就是过度的运动, 或者已经受伤了汗, 就帮他喷射了过后呢, 直接十分钟里面, 他的手就举上来了, OK, 连我也觉得, 这么神奇哦, 好, 那还有呢, 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呢, 有耳鸣的问题的, 他就把整个头皮都喷射了, 还拿了一点去沾他的耳朵, OK, 结果在一段时间过后, 真的原本已经渐渐的, 听觉已经不灵敏了, 医生说, 在这样子发展下去, 就要带助听器了, 那却也可以通过运用这个微液金油, 然后呢, 能够帮助他改善了这个问题, 而他自己说他几乎恢复了70%的这个听力, 好, 偏头痛的, 喷射在头皮上, OK, 让他能够进入到你的那个皮, 头部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穴位, 也有进入, 所以他能够帮助, 疏头也直接帮助了头痛的问题, 甚至是脱发, 或者是头皮发痒, 或者是头痛等等的问题, OK, 好, 还有, 因为他有对有消毒的作用哦, 所以甚至是有险的, OK, 这些现象的, 但是必须要说, 那因为呢, 如果你皮肤是有受伤的情况, 擦伤啊, 刮伤啊, 抓伤的话, 或者是有险, 可能会有一些皮肤稍微的一些破损的现象的话, 它是酒精来的, 酒精看上去会有一点辣辣的, 或者是可以说是很痛一下, 就那么一阵子会很痛哦, 可是嘉珍有遇过呢, 有一个朋友, 一个老板娘, 非常好, 他的员工呢, 就一直长期受到皮肤的问题的干扰, 吃药, 茶药都不好, 酸科哦, 结果呢, 他就说买一瓶给他试试, 他就拿回去给他喷, 他说他喷真的是很痛啊, 没有骗你的, 真的是很痛, 可是他说他这样子一喷上去呢, 却可以耐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可能有大半天的时间吧, 他不会再痒, 那平时他吃药, 或者是茶那个药, 都还是会很痒的, 没多久就会又开始发痒了, 承受不了, 可是他说含这个精油呢, 却可以帮他止痒, 而且耐好一段时间, 不会再觉得很痒, 好, 这个问题有帮助减轻, 好, 那还有腰痠背痛的腰间, 那个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就是所谓的类似骨刺的这个现象嘛, 他也可以有帮助, OK, 所以文艺精油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 那这里呢, 家政呢, 就真的是非常推荐了, 趁着我们有这个优惠, 大家请记得跟我们联系, 那大家其实可以来到我们现场, 吉隆坡康泰馆这边选购, 那或者也可以到我们康泰Gallery, 康泰开运能量馆的Shoppy虾皮, 虾皮, OK, 不过应该只有马来西亚, 到Shoppy这边呢, 你也可以买得到, 那这个呢, 双织装的package呢, 就在这个康泰Gallery里面, OK, 在我们的商店里面, 不是外面, 商店里面你就会看到双织装的这一个配套了, 你在那边也可以直接的选购, 那我们是可以邮寄出去的, 好, 那我看到有朋友问我小孩可以用吗? 其实基本上一岁以上的小孩是可以用的, 那当然还要看你是用在哪里, 基本上只要是喷在皮肤上面呢,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喷了过后呢, 会因为身体的状况会有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就会是觉得热热的, 对小孩来讲可能他会觉得辣辣的, OK, 那对大人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有一点辣,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是觉得那个热呢, 是从里面肌肉里面散发出来的, 那这一阵热呢, 其实是能够帮助你疏通, 然后帮助你气血经过循环等等的, 但小孩的话呢, 可能他觉得辣了, 越小就会可能越觉得不舒服了, 好, 那还有呢, 比如说我的那个, 我的小孩, 那我的女儿大概是12岁, 他应该是一两年前, 我就有时候会帮他用, 当他觉得好像他酸痛啊, 肌肉不舒服的时候呢, 我帮他喷射的时候呢, 他觉得是痒痒的, 很痒, OK, 其实痒是一个反应, 它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气血不通, 含气湿气太重, 所以当你这边喷射出去, 他在发热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一个障碍跟阻碍, 那他就会变成是, 就好像刺刺的, 那个热气没有办法进入, 或是没有, 那个湿气没有办法出来, 他就觉得刺刺痒痒, 刺刺痒痒的, 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要多拍打, 帮助他, 帮助他疏通, 然后跟着再稍微喷射多一两次, 然后协助他疏通, 或者是可能连续的, 连续每一天做一两次, OK, 当他疏通了, 他的问题其实就可以帮助减轻了, 现象也帮助减轻了, OK, 那么我们的Shopee也是有这样的优惠吗, 对的, 你到我们contact gallery里面, 就是你到Shopee去搜寻, 光眼镜搜寻我们康泰开运能量馆, 然后你进入我们的馆内, 然后你去找唯一金油, 里面呢, 你add to car, 加到购物车点进去, 你就会发现, 有单一一支的价钱, 跟双支装的价钱, 双支装的价钱, 其实你会发现它是, 在Shopee里面, 我们就150零级就有两瓶, OK, 如果是在我们的Shopee网店里面, 还没有follow我们的朋友呢, 你有机会可以claim一个8%的voucher, 小小声告诉你, 偷偷告诉你, 你还可以claim一个voucher, 还可以claim一个优惠券, 还可以有额外的折扣, 趁着有额外的折扣呢, 请记得多订购, OK, 好, 那那个8%的那个优惠呢, 是会有那个Tomsend那边的啦, 大家可以仔细再去查看, 好, 那今天家珍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后面家珍多做了一些很好的介绍, 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今天有陪伴家珍, 一直到现在的朋友, 面子树上的朋友, Zoom上面的朋友, 那一样今天呢, 自家珍的直播日, 大家都有机会获得免费的名字, 或者是数字的分析的服务, OK, 因为隐私的关系, 请你分析自己的, 或者是自己小孩的名字, 如果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有兴趣想了解的话, 可以让他直接跟我们联系, 是一样可以获得这一个服务的, 优惠的, 好, 那今天家珍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个星期, 我们会再继续家珍的, 与家珍谈性的直播,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哦, Bye!